大家好,我们今天还是看一下换链 那么换链前两天刚给大家更新了一个 不过那个的话它只有ROPE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把这个三合一的这个工具 同样给大家更新一下 那么这个工具呢现在更新到了5.8 之后呢我会给大家把这个5.8的完整包 然后上传一份 然后也会给大家上传这个4.9到5.7的一个升级包 那么在这个4.9到5.7这个版本之间的朋友啊 可以拿这个升级包直接升级到5.8 如果说在这个4.9之下的 如果你还想升级的话 那么你需要下的这个完整包 这个大家需要了解一下 那么我们看怎么使用 这个还是直接打开就行 打开之后这边有个启动文件 这个有个启动文件 双击启动就可以 如果说大家是想升级的用户 那么你把这个压缩文件下载下来之后呢 它是一个文件夹 打开之后呢这个里面有一堆这种文件 你把这个文件全部复制下来 然后呢把它全部粘贴过来就可以了 全部贴过来 我们先关一下 替换所有文件 这个我们稍微等一下啊 它也很快 那么我们这边的所有的升级标的文件 已经全部复制过来了 那么我们来启动一下 这个效果跟完整包是一样的 这个大家可以自由来选择一种方式 整体的界面没有任何改变 这边多了模型 这边上色 多了一点模型 但是区别也不是很大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试一下 这边呢有两个 一个是Face Fusion 一个是Rope 这个咱们上期给大家更新了一个珍珠版 那么这个Face Fusion呢 2.6.0 它其实也是 大部分来说都是修复了bug 然后呢运行速度提高了一些 整体来说没有什么太要紧的这种更新 所以就不去详细说了 这个珍珠版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其实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用这个工具 因为这个工具的整体的界面 比较符合我的这种使用习惯 我相信这个工具呢 也符合这个大多数人的一个使用习惯 那么这边啊 参数这边呢 我们上期给大家说了 标记这边呢 也给大家说的比较详细 这一期呢 咱们就不再去详细说了 因为都是重复的内容 这边咱们直接举一个例子 到今天的内容就可以结束了 那这边稍等一下 有点卡 出来了 这个还是咱们上期这个视频 是吧 没有任何区别啊 还是点这个脸 找脸 再来点一下 点这个换脸 让点修复 大家看到效果跟上期没什么区别 本来就是一样的东西 其他没什么可做的 这个咱们好一下就可以了 这边 我这边是五啊 改一下改成四 让这边稍微速度快一些 点录制 点播放 好 现在就开始了 今天内容就这样 大家可以自己下载下来尝试一下 大家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